第二季结尾范贤赌命才让长公主请来的夜流云退走 但和明家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范贤此次下江南最大的任务是接掌内库 其次就是扳倒依附信仰长公主的明家 原因就是明家靠着十几年来的垄断销售已经富可敌国 庆国如今南方各地遭灾严重缺钱 朝廷急需大量的资金去振灾和修复决堤的敌坝 而此时内库却拿不出足够的银两 反而亏空了两千万两 虽然范贤利用国债填补上了这个空子 但国库空虚并没有得到缓解 所以庆帝匆匆派范贤去江南搞钱了 范贤接掌内库是容易的 毕竟是皇帝亲自下旨为令折斩 但明家在江南根深蒂固 势力盘根错节 想要合法合理地扳倒他却是不容易的 纵使有些人是明家的敌人 但各方面总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 谁也不想如今的格局发生太大的变动 所以范贤这个外来者如果直接动明家 很容易遭到江南所有家族的共同抵制 但谁让范贤有主角光环有一堆爸爸 这次庆帝给范贤是以什么身份下江南的呢 太学司夜间太长四少清间内库 运使司正使间监察院提司间巡抚江南路 钦差大臣 头衔就能让你先跑39米再看你 江南官场明面上无人感动 瘸腿爸爸陈平平不仅安排了影子和黑旗对他的保护 还有监察院这十几年对江南的所有情报 离经时严冰云就告知了范贤 关于明家和崔家一些可以利用的秘密 长公主这些年执掌内库 主要是靠下面的明家和崔家来进行捞钱 内库三大工坊只负责生产高端产品 崔家和明家就如同现在的批发商 低价从厂家拿到垄断货源 然后再加价转手卖出去赚差价 销售后的红利会反补内库 按理来说此种经营模式本身应该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马贷 内库账面明明入不复出 但明家老太君却怨出20万两难银 只为让范贤保留他们的代理权 原因就在于长公主和明崔两家用非正常的途径 将这些货物拿出来倒卖 明家是把偷出来的货物运往港口城市东夷城 用于海外走私 自己却又暗中组建了一群海盗拦截买家的商船 事后明家再偷偷卖掉这一串货物 而崔家则是负责和西部北齐走私从中赚取暴力 与他们合作的正是北齐锦衣卫政府施审中 范贤和北齐的小皇帝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答应以更低的价格通商贸易 导致了崔家经营多年北齐贸易的路线被打断 就连在北齐的所有商铺也都被连根拔除 至此崔家倒台 我不知道为什么庆余年二里没有崔家 正是因为崔家的倒台 才为范贤下江南重整内裤时重新竞标提供了一个缺口 让明家和其他江南家族不再是铁板一块 也让一群水债盗匪盯上了范贤的13万两白银 盗匪头领下大当家就是编剧在第二季预留给明家的父亲 明家老爷子共娶一妻三妾其中最宠爱老妻的母亲 所以明老爷子在临死前遗嘱上给他们母子留的财产最多 引起了大方的强烈不满 老爷子死后明老太君便设计把老妻母子给杀了 让自己的长子明清达成为明家明面上的主人 谁知明契业进死里逃生投了黑道 隐姓改名混成了江南水寨首领下西非 但明家是大他想要报仇 光靠一群水匪可做不到 他需要一大笔钱壮大自身 于是将脑筋动到了崔家倒台后空出的内裤招标明轮上 投标当日要上缴中标人报价金额的四成金额作为保证金 而我们的下大当家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最近在疯狂地抢钱 范贤知道除掉明家也会有另一个其他家 所以改变主意不再是扳倒明家 而是给明家换个自己控制的长度人 下西非也希望通过范贤来击垮明清达母子报仇 而明家现有遗产有一份属于他 于是下西非的身份让他成为范贤的新一任江南代言人 在庆余年终长公主虽然美貌天下第一擅长完阴谋 但不懂生产也不懂企业管理 十几年前庆国是靠内裤收拢天下经营才发展壮大 可他接手后却经营不善连年亏损 内裤亏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三大访内裤官员们贪腐 二是海外贸易的折损严重 这是明家换养的海盗洞的手脚 三是对北齐的供账目混乱 崔家家在私活以前无人敢查 不过现在已经被范贤干倒了 最后一个就是检察院本身开销太大 二处打探情报要钱 三处搞研发要钱 五处黑棋六处刺客更是吸睛的黑洞 出销渠道和海盗的问题范贤已经在着手解决 如今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在十天后的内裤招标前 解决内裤官员们的贪腐问题 叶青梅制定的内裤管理十分的严重 所制作出的产品方子和材料都掌握在了内裤上 中下的三级四库官员身上 这些官员以前都是从叶家培训出来的 现在成了垄断致富的技术官僚 长公主在掌管内裤的过程里只要产量不下降 这些私库们的要求她就会尽量地去满足 有不知分寸的私库才会动用雷霆手段灭杀 于是这些年私库们都学会了闷声发大财 甲仿负责生产玻璃和瓷器等工艺品 昂贵的香水和蒸馏的烈酒 是内裤收入最大的部门 一仿则是负责大量生产棉布纱布 研究道中打造好钢 制造一些生活生产的物资 丙仿负责生产船舶和先进军械 黑器配备的轻巧莲弩就是出产自这里 私库们就像是转运私的土皇帝 仗着技术对上阳凤英维 对下压榨工人 欠了不少工人的薪水 年前工人们还曾经闹过一次是死了两个人 范贤决定就从这件事入手 限他们三天的时间把以前欠的钱都不回去 还要附加利息 三大仿的主是私库就不乐意了 假仿的肖主是私库之手 站出来胡编乱造一通并把脏水泼到工人身上 另两个大仿的主是也坐不住 威胁范贤要撤就一起撤 范贤将这些主是所犯之势列了出来 把他们拖下去各打三十大板 三大仿主是何时遭遇过如此对待 他们掌握着专利技术决定了三大仿的产出 就连长公主对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范贤真实目的并非单纯的镇压 他要借由这次的三日令将私库们区分开来 让他们以后互相制衡 两百多名私库在三天里分成了三派 良心尚存的准备交回脏银重新做人 有些害怕范贤权势的开始暗中举报同僚 更多的是开始聚集在三大仿的主事府上 里面信仰长公主收买的人开始怂恿起私库对抗范贤 向他们保证朝廷最关注的是内裤产出和利润 不是他们贪的这些小钱 渐渐的那些私库开始抱成一团 在三日令的最后一天 内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三大仿罢工开始了 假仿的萧主是找借口说炉子被昨晚的大雨浇灭了无法开工 范贤却直接让手下把他咔嚓了 并向那些吓傻的私库们解释 自己今天斩他的罪名是挑动工人罢工 闹事并非贪污和扣下 范贤随后下令将一禀两宝的主事绑起来 主事觉得没有自己这群人的技术 内裤撑不了几天 范贤也冷冷地嘲笑他们 他们所以仗的这些技术全都是叶家教的 随后请出了从京都带来内裤的四位叶家老掌柜 问他还记得这些传授他们技术的人吗 以防主事终于明白范贤有恃无恐的原因了 叶家的老掌柜是叶青梅的第一批学生 是后面叶家所有帮工的师傅 这内裤本就是他们一手建起来的 现在要打理内裤又有何难 杀人立威在前 名差奸细于其中 加上叶家掌柜的回归 内裤未来的生产基本上得到了保证 这一局虽然掌公主没有出马 但还是两人暗中的隔空对局 对方早早知道范贤带着叶家掌柜下江南 故意不通知信阳心腹 逼得范贤要手段猛烈的杀人立威 并犯忌讳去动用叶家老掌柜 到时督察院御史们肯定会去参范贤一本 不过掌公主的目光还是太局限 因为庆帝既然把叶家掌柜给了范贤 短时间内肯定是相信他的 掌公主的阴谋反而会令庆帝生贤 三大坊稳定后 范贤开始准备几天后的内裤招标 这也是他扳倒明家计划的第一步 明家是掌公主掌控内裤的主要手段 也垄断了内裤三大坊的销售指标 如果范贤想要掌权内裤 明家这个庞然大物就必须要铲除 但明家是百年大族 内裤成立之前就是江南名门 跟鸡渣的鸡渣时 数万人的大族在朝中做官的就不知道有多少 而且明家这些年从内裤吃了不少好处 年年往京都送着重礼 但就这样的大族族长却十分低调 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 不在意钱财 瞧这虚伪劲 云淡风轻的 明家在明间的名声和声誉也很好 如果用雷霆手段对付 只怕江南路会一片大乱 老人家 明家都跟你们逼成这样了 你们就一点都不觉得冤枉 没有明家 八肢早就饿死 所以想合法合理整垮 他需要一点一顶餐食 几天后的内裤招标用的是明镖明银 标银需要用真金白银 或是朝廷认可的钱装银票 必须在招标当日的一早送底专门的会场 等招标结束后没中标的把钱拿回去 中标的冻结四成拿回去六成 这是一笔明家也拿不出的巨款 资产多不代表现金流多 常规做法都是去找钱装做个超短期抵押 没中标也就付个利息 范贤决定和明家展开金融战争 因为他有着两张无人知晓的底牌 什么国家信用货币基础啊 我感觉这之间必须得有一个铺子调节平衡 我这是开万事之先河 内裤招标当天江南各大家族纷纷到场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江南水债统领夏西非也参与了进来 江南家族原本等着看对方笑话 一个土匪头子怎么能跟他们这些百年世家相母 但招标开始后却令他们惊掉了下马 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土匪们竟然这么有钱 几个早就归于明家的标也被夏西非抢占 这下明家不得不挤眼了 如果他们丢失内裤的代销权 长公主和二皇子那边都无法交代 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会落到什么下场不得而知 但夏西非仿佛有无穷无尽的钱 明家在竞标过程中发现带来的钱不够 于是决定拖延事件 第五标被明家拖到日落西山才定出最后结果 仍是夏西非中了 明清达准备回家找明老太君商议明天剩余的几个标 可就在离去时范贤却让夏西非直接暴露身份 告诉明家明七也回来夺取本属于自己的家产了 这下打了明家一个措手不及 明老太君也是狠人 派儿子向招商前装贷款来应付明天内裤剩余竞派的11个标 另一边又连夜联系上他所在的隐藏组织军商会 雇佣了一批江湖高手去刺杀夏西非 夏西非的手下水匪几乎全灭 就连范贤派去保护他的监察院高手也死了大半 这是范贤接手监察院之后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 错误估算了明家这种百年世家背后的隐藏实力 如果不是海棠朵朵这个上九品高手及时赶到 包括夏西非在内的所有人都会生死 第二天内裤剩余11轮招标开始 夏西非直接披麻代孝来参与 上武和岭南雄家杭州陈家分别进得一标 这三标明家并没有出手 他们把全部赢钱都压在最后八个捆绑投标上 对这八个标志在必得 经过夏西非的哄抬 上午的四标被明家以512万两取得 下午的四标也被明家拿到 但是却是以1150万两的高价 合计1662万两白银 四成定金意味着明家要支付664.8万两赢钱 急需赢钱的明家就这样落入了范贤的圈套之中 下一集我们来看范贤如何打响庆博第一次金融战争 通过挤兑将明家这个庞然大物给拉下马 上集说到明家花血本拍下内裤的八项招标 需要支付664.8万两赢钱的巨款 巨盗连明家都一下子拿不出来 因为资产多不代表手投资金多 所以只能用明家的各种资产抵押去借贷 其实援助中庆余年的世界早就有类似银行的钱庄 最大的钱庄是总督在东夷城的太平钱庄 背后是四部件 也是明家一直合作的钱庄 但今年范贤的出现增加了明家的贷款风险 导致利息比往年高了许多 于是明家找到了另一家招商钱庄 他们提前还做过了背景调查 招商钱庄的总部也在东夷 初始资金是前北齐锦衣卫指挥室沈重的家财 他死后被仆人将这笔钱带到了东夷 投靠了个大家族开设起来的 众所周知沈重的死跟范贤脱不开关系 所以明家从来没有联想过招商钱庄和范贤有关 其实这家招商钱庄就是范贤开的 明家所查到的信息都是他让检察院放出去的 大家肯定会问开钱庄需要大量的银俩 范贤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呢 还有下期非参与内裤竞标的钱是哪来的 其实早在范贤出世北齐的时候 就和北齐小皇帝战豆豆达成了战略同盟 借钱给范贤开招商钱庄 战豆豆这个小皇帝虽然年轻但多致近腰 他从牛兰街的事情就确认长公主想要杀死范贤 范贤回国和婉儿结婚后接管庆国内裤 判断他和长公主的矛盾无法调和 在两年内经有几十个渠道 平缓而不引人注意地把银俩注入太平钱庄 中间不知道赚了多少万 这才将银俩调到了江南 下期非参与南庆内裤竞标的钱竟然是来自北齐国库 为什么说战豆豆这个小皇帝不简单 南庆内裤是天下最光彩夺目的金鸡 由于庆国看守的吉岩 各国没有办法窃取到公益 偷又偷不到 打又打不过 于是摇身一变成为商人 参与到庆国内裤产品的销售之中 战豆豆如此信任范贤将国库资金交给他经营 一个是在于他是叶青梅的儿子 不可能满足于做个庆国的权产 所以在北齐时候就对范贤进行拉网 答应庆国能给他的一切 北齐全部都可以给他 就这样范贤暗中掌控的招商钱庄收到明家资产抵押后 成为了明家最大的债主 就等多到一个临界点范贤就能去讨仗 明家一旦还不起 那抵押的资产就是范贤的了 只不过明家这种百年大族 并不是只有这些现银支撑着他们自己家族的产业 这也是让明家保持屹立不倒的原因 范贤的计划是不断蚕食 一点点地将明家吞噬殆尽 他知道除掉明家也会有另一个其他家 所以决定让夏契飞以明家老妻的身份去接手明家 让他未来为范贤掌管内裤销售 夏契飞第一个要解决的是身份问题 范贤早就用监察院酒处仿制出一份明老太爷的遗书 通过监察院收集诸多明家老太爷的情报 参考了他的字迹在做酒 在细节处可谓是十分的考究 普通人根本就无法看出这个遗书是造假的 而这封遗书也是范贤帮助夏契飞夺回明家家产的关键 真正的遗书早就毁在了明老太君手里 但范贤并不在意明家是否相信 而是打算用舆论当成拖垮明家的武器 在庆余年中范贤已经多次利用舆论的影响历程式 这遗书只要放在明家家产官司上 对于整个江南地区来讲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 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眼中 眼睛看到的证据就成为了他们评判的标准 不久这件事已经被传到城中人静皆知的地步 早该病死的明妻公子突然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还是以人静皆知的水匪首领身份 并在招标之后更是摇身一变成为了皇上 一些人添油加醋将整个事情传得越来越离谱 但无论事情如何的变化 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明家后人的身份 一旦身份被证实下来 那么明家的财产将会产生变动 夏七妃在范贤的帮助下伪造了明老太爷遗书 状告明家老太君和掌房家主明清达谋财害命夺家产 明家请来了江南地区最为臭名昭著的壮士陈伯长 在他打官司的生涯中 能够将黑的说成白的 可谓是巧舌如簧 上来就言辞犀利质疑夏七妃身份 哪怕有遗书也不能证明他本人就是名气少 如果拿不出证据就要反告夏七妃诋毁明家的声誉 以及玷污太君和老太爷之名 如何证明自己这个众人眼中的已死之人还活着 夏七妃这个水匪头领当然做不到 但范贤却请来了一位手持金善如生打扮的人帮他 开口就说出了一连串之前庆国的案件 而这些案件都是在没有证据和证人的情况下 让原告赢得官司的典型案例 这些案子被京中大理刺刑部作为参考 其中还有林若福所断的一些案件 直接就将明家嚣张的气焰打压了下去 芝州询问得知此人的名字后大吃一惊 因为他是京都乃至整个庆国最有名的宋师宋世人 从出道开始就让诸多的高官颜面无存 只要是他出马的案件 所辩护的一方必然是取胜而归 随后宋世人请出了一个当年给明老太爷小妾接生的吻婆 很准确地说出了明老太爷的样貌 明家的地址 小妾当年的穿着和夏七妃出生后身上的胎记 当然这个接生婆和遗书一样是监察院精心伪造出来的 能够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如今人证物证据在 知州找到监察院以及几位善于查探物证真假的官员来鉴定遗书 判定遗书是真的 就这样夏七妃摇身一变成为了真正的明家七公子明金堂 就算夏七妃的明家身份被证实 不过能否继承家产依旧是困难重重 在庆国的法律中 对于家产继承这一块长房长子具有绝对的优势 夏七妃就算是有着遗嘱也依旧改变不了什么 但这次诉讼结果传开后 明家的声誉严重受损失去了明星 为了博得民间同情 明老太君决定献祭明清达当替队羊 然后再扶持小儿子上位做明家家主 我那几个亲兄弟就是一起死 也是您说的算 江南明家母子俩表面上母刺子笑 暗地里却杀鸡四伏 明老太君跟着长公主 明清达却跟着二皇子 已经有了杀母夺权的念头 想要夺权 还是要他死 想不想尽此动手 我自恋心 最后不要 尽管明清达已将手伸向母亲的脖子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犹豫 并非是他的孝心阻止了他的行动 而是还没到最后于死往迫的一刻 如今明老太君想要让他下台 明清达抢先出手勒死老太君 并做成上吊自尽求解脱的模样 明老太君死后明清达终于成为真正的明家之主 但这时的明家已经债台高筑风雨飘摇 范贤也开始了下一步蚕食明家的计划 截断内库三大坊的供货和分化明家内部人员 他首先是用招商钱庄大力借钱给现金流断掉的明家 换取更多的资产抵押 内库三大坊出货量完成了明家当年标书上的份文后 开始用罢工的借口拖延不给明家货物 导致明家和东一城的合同无法入契交付 逼得他们只能从另几家内库皇商那里进货 熊家和孙家都在这一次的行情波动中赚了明家不少差价 这无疑让明家的流水雪上加霜 另一边范贤找人教唆明清达的儿子开拓新商路 瞒着父亲从招商钱庄借钱做私盐买卖 就跟现在的诈骗一样 一开始当然是赚的 但当投入钱达到一定金额后 检察院来了个突击检查缴获了所有私盐 到了这一步范贤的计划开始收网 招商钱庄作为明家的债主开始上门讨债 根据协议钱庄如果愿意只收七成的欠款 就能逼得明家必须在五天之内把债务还清 明家一时间当然拿不出那么多钱 因此陷入了几队风波之中 和明家相关的钱庄都让明家逼债了 明清达狗急跳墙说动了云之兰 带着徒弟吕思思去招商钱庄灭口 却不料在招商钱庄遇到了同为剑儒弟子的小师弟十三浪 这才知道师父四顾剑把两个最重要的弟子派往不同派系 哪边倒了都不怕 只为东一城谋取最大的利益 帐策和借据都没有抢到 明清达向长公主求援也没有得到回应 只能好生好气地找招商钱庄谈判 当明清达画押让出明家的三成股份后 范贤这个招商钱庄的幕后老板出现和他摊牌了 下七飞回归明家时持了一成股份 另几个偏方最近也转投了他 加上这三成后 他手中控制的股份成功赢过明清达 成为了明家的新家主 明家人天生从骨子里都透着自私与淡薄 大难临头各自飞 失事后的明清达根本无法再掀起风浪 另一边长公主可不知道范贤的赢钱来自北齐 怀疑范贤那户部尚书父亲私自挪用了庆国的国库来帮儿子夺标 安排言官尚书要求彻查户部亏空 所以庆帝下旨让大学生书吾和太子宗领 以建察院为首 同时吏部 刑部和大理寺派员协助 共同查户部亏空之事 户部尚书犯见这个范贤名义上的爹 在此次调查中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老狐狸 他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 曾经帮太子二皇子长公主一脉平了很多贪污受贿的账 表面上把这些账做得滴水不漏 偏偏又留了一些马脚 当他们仔细地去查账追根究底 结果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地查到自己当年的贪污之事 范贤人如其名 挖下的这大坑不仅坑了太子二皇子长公主 就连礼部和大理寺都被查出来腐败 最后所有人惊讶地发现 整个朝廷最清白干净的竟然就是范贤的户部 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 这个户部亏空暗指的半路终止 否则任由这么查下去 整个朝廷的官员几乎没人能幸免 二皇子和长公主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面 你要他死 庆余年第三季巅峰高能剧情来了 庆帝在大东山废太子 引发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战 庆帝为什么要决定废太子呢 没有给天下人任何说法 只是庆帝一句话 然后就进入操作流程了 废太子可是件大事 没一个正当的理由就仓促下令 这让庆国不少大臣与皇亲国妻坚决反对 尤其是太子一党的那些人 其实庆帝废掉太子的理由很充分 但是这个理由让庆帝说不出口 其实就算庆帝不废太子 太子本身堕落的跟被废掉没什么区别 在朝堂上 太子的各方面能力都比不过二皇子 下半身染了一身难以启齿的花柳病 好在庆帝得知了消息后 让监察院八处及时封锁了消息 否则这个皇室丑闻一旦爆出 庆国皇室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最让庆帝难以启齿的是 太子竟和长公主有一腿 这姑姑跟侄子简直是毁三关 话说某天晚上 后宫之中有个宫女畏罪自尽 原因是偷了皇后的东西被发现了 但还有另一个版本 说这个宫女是被皇后打死的 这事情传到了庆帝耳朵里 不管是什么原因 让庆帝难闷的是 向来以宽厚仁德为原设的皇后 竟然愤怒到亲手了结一个宫女 庆帝认为此事必有蹊跷 于是庆帝安排姚公公去把事情查清楚 姚公公就找来了后宫太监总管红竹 据红竹所说的细节 庆帝发现两个线索 事发当晚 此宫女去过广信宫 太子那晚恰巧也在广信宫 庆帝又派出红四祥 去调查太子这条线 没想到一个惊天大料被爆了出来 首先太医院负责给太子治疗花柳病的大夫死了 另外一个曾经给太子送过某种药物的皇祖子弟也死了 这种药物来自京都回春堂 而回春堂被人一把火烧了 好在这种药物保留下来一颗样体 红公公把这颗药交给了庆帝 庆帝仔细一看就认出来了 这是一种专门提升床试效率的不要 所有的线索加在一起 真相就在庆帝脑海中被脑补了出来 先是太子的花柳病治好了 太子觉得自己又行了 然后太子得到了一颗大力丸 吃了大力丸的太子火急火燎地跑到广信宫 而广信宫里面住着的是长公主 脑补完真相的庆帝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甚至都不敢相信 估执二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做出此等事 庆帝大怒 第一时间封锁消息 这样的皇室丑闻绝对不能对外泄露 于是庆帝负责皇宫之内 干掉好几百个宫女太监血洗东宫 陈平平负责皇宫之外 长公主所有党羽被一网打尽 处理掉所有可能知情的人以后 庆帝对太子彻底失望 于是庆帝昭告天下 一个月后登顶大东山祭天 正是废除太子里程前 此消息一出 京都顿时风起云涌 其实大东山之行与废除太子 只是庆帝放出的诱饵 庆帝在大东山安排了一场惊天阴谋 足以改变当下世界的格局 之所以要等一个月再废太子 就是要等鱼儿上钩 把所有的大鱼都引来一网打尽 被庆帝软禁在广信宫的长公主李云锐 第一个上钩 李云锐不甘心被软禁一生 他决定孤注一掷 在大东山杀了庆帝 然后扶持太子当皇帝 已经陷入疯狂的李云锐 动用他的杀手锏 由他亲自创建的军山会 军山会开始搅动世界风云 首先挤北之地的满足 突然投靠庆帝死敌西湖国 对庆国西边国境展开袭击 叶仲率领叶家军前去增援 京都防卫转移给了在军中颇有实力的秦家 然后北齐上山虎突然率数万大军 侵犯庆国北部边境 北部边防总管燕小乙出战击退上山虎 但燕小乙的清兵战死五千 这其实是燕小乙利用平民的人头凑数 将自己的五千骑兵藏了起来 这五千人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 出现在庆国的任何角落 当然这些小动作 庆帝都心知肚明 他也不揭穿真相 这些都在庆帝的算计当中 一个月期限一到 庆帝正式启程 他中途还拐了个弯 去丹州探望自己的奶妈 也就是范贱的母亲 在丹州 庆帝还偶遇了来看望奶奶的范贤 范贤知道 庆帝故意制造这次偶遇的目的 是要带他上大东山 只是不知道 庆帝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而范老太太坚定地告诉范贤 傻也别琢磨 跟着庆帝走就是了 没有咱们的亏吃 范贤就这样跟着庆帝来到了大东山 刚登上山 此时一个消息传来 燕小乙带着假死的五千清兵包围了大东山 此时庆帝身边只有 带来大东山的两千进军 范贤手下的一百多虎卫和监察院的人手 此时全部被燕小乙手下秘籍的弓箭彻底封锁 没有任何突围的希望 而大宗师叶刘云正在赶来围杀庆帝 这一切都是长公主李云锐的军山会做的 封山加大宗师的刺杀 这局面下的庆帝好像必死无疑 另一边 李云锐在京都联合太子二皇子造反 加入长公主造反阵营的 有军方大佬秦叶 定州军统领叶众和敬卫军统领宫典 一夜之间 好像庆国军方大佬全部反水 就算庆帝没死在大东山 他回到京都也是孤家寡人无力回天 此时大东山上传来更恐怖的消息 北齐博士苦和和东一城四顾见两位大宗师 正在赶来大东山的路上 三位大宗师齐聚大东山都是为了杀掉庆帝 看起来庆帝已陷入必死之局 但作为棋盘操控者的庆帝又怎会死 首先庆帝上大东山之时带上了范贤 而武竹跟在暗中 庆帝身边还有一个堪比大宗师的红四祥 我们先来捋捋庆帝与李云锐 双方此时的实力对比 庆帝一方在大东山有两个宗师级战力 武竹和红四祥 李云锐一方 在大东山有三个宗师级战力 夜流云 苦河 四顾剑 京都方面 李云锐一方有秦家的几万精兵 宫典的皇城护卫军 叶仲的定州军精锐 以及太子和二皇子的司军 而庆帝一方在京都 仅有检察院的八百黑旗 城门守卫的几千骑兵 双方实力对比悬殊 怎么看庆帝一方都是必输的局面 但是接下来 就是庆帝开挂的时刻了 庆帝精心谋划的 这场大东山之局 终极目的是苦河四顾剑两位大宗师 至于长公主李云锐 庆帝完全没看在眼里 庆帝的底牌太多了 首先 庆帝本人的实力 也是真正的大宗师 而且大宗师之一的夜流云 是庆帝的卧底 所以大东山上真正的实力对比 庆帝一方有绝对的优势 李云锐一方 只有苦河四顾剑两位大宗师 庆帝一方有庆帝 夜流云 红四祥 虎竹四位宗师级高手 大东山上开战之后 庆帝先是借助四顾剑杀了100个虎卫 变相地削弱了范剑的势力 随后逼夜流云 为自己挡下四顾剑的杀招 导致夜流云受到重创 跌落宗师境界 庆帝趁机从背后偷袭 一拳轰飞四顾剑半截身子 苦河在一掌拍死红四祥后 被庆帝用一半霸道真气 强行灌入体内 结果大宗师苦河被真气活活撑爆 大东山一战 庆帝是真的赢麻了 首先 两位敌国大宗师苦河跟四顾剑被杀 庆国大宗师夜流云境界跌落 此时大宗师除了五竹 就只剩庆帝自己 并且庆帝连自己人都坑 因为虎卫是范剑一手训练 且拥有强大的战力 庆帝为了削弱范剑的实力 在局中故意放水借刀杀人 让虎卫整体实力遭受重创 京都那边 叶仲跟宫典 其实都是庆帝的卧底 他俩趁秦家精锐 跟检察院黑气缠斗时 偷袭主将秦夜 在影子的帮助下 杀死了这位军方大佬 把在庆国军中 势力最强的秦家一举铲除 秦夜死后 叛军群龙无首 立刻四散逃亡 长公主 太子 二皇子全部自杀 庆帝一守大东山之局 把庆国内忧万患全部解决 但死了一个妹妹两个儿子 庆帝快成孤家寡人了 你是谁啊 陈平平啊 陛下身边那一条老狗 举国上下千万子民 最忠诚镇的就一个人了 就是这个最忠诚庆帝的老狗陈平平 却落得一个千刀万剐 临时的下场 行刑过程中 庆帝还下令 给他为千年人生的参汤 就是为了不让他厌弃得太早 陈平平在屈辱中结束了一生 上一集我们讲到 庆帝谋划了一场 改变世界格局的阴谋 也就是大东山之战 庆帝以废太子为由 以自己为耳 让内外忧患的所有敌人 全部入网 在庆余年里 战利天花板 就是四大宗师 庆国的叶刘云 北齐博施苦河 都移成四部剑 和另外一位神秘大宗师 这名神秘大宗师 外界普遍认为 他就是庆国皇宫里的 老太监洪四祥 但洪四祥只是 庆帝放出来的一个幌子 他真正的实力 并不是大宗师 只是一名九品上高手 真正的隐藏大宗师 就是庆帝 而庆国另外一个 大宗师叶刘云 还是庆帝的走狗 大宗师的实力 在庆余年世界里 就好像是核武器般的存在 所以在庆帝看来 天底下最好 只能有他一个大宗师 大东山之战后 大宗师四顾见苦 和直接陨落 叶刘云境界跌落 且在无恢复的可能 在京都 长公主鼓动 太子二皇子的 造反行动被覆灭 在军中实力过剩的 秦家被连根铲除 庆帝成了 除武竹这个另类外 天底下唯一一个大宗师 此时在武力上 唯一有可能的 不确定因素 便是武竹 武竹的记忆 曾因太平别院 一翼而丢失 叶青梅的影子 被深深埋藏 在帮助范贤成长的过程中 他逐渐找回了一些片段 却对叶青梅的存在 模糊不清 紧记着神庙的位置 庆帝利用神庙使者 在神庙给武竹 精心设计了一个陷阱 当武竹孤身闯入神庙 便是掉入了 这个陷阱当中 神庙的洗脑行动 虽未能彻底抹去武竹的记忆 但身体的损耗 却无法逆转 武竹的实力 在无形中逐渐消退 此时在武力上 已经没有任何人 可以威胁庆帝 甚至是热武器也不行 庆帝还没上位时 是叶青梅用巴雷特 解决掉了庆帝两个叔叔 扫平了庆帝上位的阻碍 所以庆帝一直在防范 叶青梅留下的 这个神兵力气 在剧版《庆余年》里 经常能看到一个画面 庆帝喜欢打造弓箭 并在皇宫里面试剑 这样的举动 其实就是为了 那把巴雷特 庆帝想要制作出 匹迪的武器和防御的盔甲 毕竟当年庆帝 亲眼见过那把枪的威力 庆帝第一次 与热武器正面运钢 是陈萍萍出的手 在庆余年中 由吴刚老师出演的陈萍萍 得到了众人的喜爱 不光是因为她 可爱的名字 还因为她对范贤 全然一颗教导的心 当真比范贤的父亲 还要父亲 可就是这样一个热度很高 权力很高的角色 她的下场令人唏嘘 陈萍萍其实是一名烟人 前半生从未感受过 真正的尊重 直到遇到了叶青梅 叶青梅从未有过 一丝丝看不起她 与她互称姐妹 给她取名萍萍 叶青梅就像一束光照 进了陈萍萍的世界 所以最后陈萍萍 为了叶青梅当面质问庆帝 要从庆帝口中 挖出叶青梅死亡的真相 当知道叶青梅的死亡 和庆帝有关时 陈萍萍接受不了 拿出了一支 藏在轮椅内的现弹枪 直接对着庆帝轰了两枪 虽没让庆帝死亡 却也让她受了重伤 但陈萍萍因为意图刺杀君王 被庆帝凌池处死 此凌池并非以往的凌池 这也是陈萍萍最屈辱的时刻 庆帝特意吩咐 八光衣服千刀万剐 庆帝就是要天下人都知道 这个全是滔天的检察院一把手 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她踩在脚下 在场的官员根本想不到 平日里敬畏如祖的检察院院长 竟然是平时最瞧不起的宦官 庆帝为了不让陈萍萍 在行刑过程中过早咽气 每进行一个阶段 都要让人给她喂千年人生的参汤 吊着她的精神 而范贤听到此消息后 快马加鞭赶回京城 撑到最后一口气的陈萍萍 见到范贤的身影 问出了她困惑已久的问题 叶青梅的箱子里留的是什么 得知是一把枪石 这位老人眼中露出了纯真的光芒 枪这玩意我也有 留下最后七字遗言便含笑而去 正是陈萍萍的遗言 让范贤下定决心要颠覆整个王朝 陈萍萍必须得死吗 答案是必须得死 她在质问亲弟叶青梅死亡真相时 就已经做好生死的准备 包括她举起现弹枪轰的那两枪 正因为对帝王死心 所以才下手的毫不留情 她在行刑过程始终撑着一口气 就是为了等范贤来见她 把她心底的疑问问了出来 同时用自己的死亡让范贤看到 自己的亲生父亲 究竟是一个如何公于心计的小人 她的那句遗言 正好点名叶青梅箱子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箱子里是一把枪 而陈萍萍手里也有一把 正是这一句遗言 让范贤明白 陈萍萍已然和亲弟决裂 并在这场争斗中失败 这就是她的下场 失败的后果必定是死亡 而陈萍萍作为亲弟的心腹 最忠诚于帝王家的人 到底是什么会让他们决裂呢 聪慧的范贤一定能够想到 正是她母亲叶青梅的死亡另有真相 顺着这条线索 范贤查到了叶青梅的死 和亲弟脱不了干系 陈萍萍的死亡 让范贤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 当范贤得知母亲的死亡 是庆帝一手策划的阴谋 陈萍萍也被庆帝凌迟处死后 范贤联手五竹 王石三郎等高手 亲自去杀庆帝 虽然范贤这边高手众多 但庆帝不仅是武力天花板 庆帝的智商谋略也是碾压众人 所有人都仿佛是庆帝手中的棋子 不管是太子二皇子 还是长公主 就算是主角范贤 也被庆帝安排得明明白白 一次次地在庆帝那里 感受到深深的挫败感 最后决战中 武竹面对数以万计的皇城军队 武竹没有真气的束缚 他的优势当然无存 若能掌握霸道真气 他或许能横扫千军 但武竹只能依赖芯片的精准计算 避开刀锋 逐一击破 数据分析中有极限 即使杀进一万进卫军 他也无法倖免于众人的重创 虽然杀到了庆帝面前 但强弩之末的武竹 却只能重伤庆帝 此时范贤趁机将身体的真气 全部汇集到自己的指尖 变成了无间不摧的真气匕首 然后将武竹传授给他的鬼魅身法 发挥极致 跟庆帝两人 抬起了肉眼看不见的速度对决 在最后范贤倒下 庆帝也被削得没人样了 但庆帝强撑一口气 站到了最后 在庆帝重伤之际 范弱弱抬起巴雷特 击中庆帝胳膊 范弱弱其实可以直接解决庆帝 可他还是心软了 庆帝用霸道真气隔空吸物 将范弱弱手中巴雷特一把吸来 在最后 庆帝要了结范贤的那一刻 他犹豫了 转头看向了倒在一旁的武竹 庆帝看着这个曾是他心头阴影的武竹 终于在眼前倒下 心中畅快无比 然而武竹身上藏着的秘密 让庆帝非常好奇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好奇武竹眼睛蒙着的黑布下 到底是什么 于是他拖着重伤之躯 一把扯下了黑布 却触发了武竹身藏的杀手锏 激光射线喷射而出 最终被武竹的雷射眼击中 彻底灰飞烟灭 那又怎么样 照样得死